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倫 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转身史莱姆 魔王一龙的剑果团啦 那么在1.5中间的时候啊 出了两个角色 一个是面具勇者 另外一个是西子叶啦 西子叶是风属性的 然后面具勇者是广属性的 那这次的目标是西子叶 主要是PVP有一个角色太猖狂 就是之前的集的那个利木鲁 那个是怎么说呢 薛山夫的利木鲁吗 那个太猖狂 真的是太强了 那这次两个都是战斗角色 那第一个十抽 这次的目标是西子叶啦 然后西子叶的势力有两个可以用 就是第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处的幻想世界的弗雷 或者是那个理智的银杰的那个迪亚布罗啦 如果这两个没有的话呢 你们可以用那个活动送的120等的克罗耶 或者是最近的那个苍蝇 穿不偶装的唱语 哇没有哭啊 第一个十抽爆死了 然后这次的西子叶有这两个 但是面具勇者没有哦 要注意面具勇者只有幻想世界 所以看大家吧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势力的话呢 就用属性也没有什么关系啦 第二个十抽 但是就是没有以势力来的强啊 哦有动画了 那因为势力为什么会强 是因为他不只加攻击力还加防御力 所以呢才会导致那个理智的 迎接的那个利木鲁真的是强到变态的那一种 如果你没有迪亚布罗的话呢 就其实 利木鲁就没有什么担心了啦 但是如果对手有迪亚布罗的话呢 你就要怕了 呵呵 因为他一定会放一只随属性的利木鲁 哇 来了 诶 这是西子叶吗 这是西子叶吧 哇 哭啊 哈哈 这就是抽级的烦恼 因为很容易歪没有级的角色 这个西子叶是情人节版本的西子叶啦 好惨哦 歪了 害我兴奋了一下 哭啊 哭啊 那刚才说的面具拥者只有幻想世界的势力 所以 如果你们有弗类的话呢 就哭吧 呵呵 然后里面有那个 理智的迎接的迪亚布罗 你也是要哭啦 呵呵 这两个真的是超级强耶 第三个石头 幻想的世界的那个弗类呢 也是很强 然后他也是有转魔创魂的效果 所以他有一点变态 但是跟迪亚布罗比我就不知道啦 迪亚布罗是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也不知道 强不强 呵呵 只要是没有玩过啦 但是弗雷是真的强 但是弗雷是真的强 转进 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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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 哭啊 这次 三个石头 抽到了 西子叶 但是歪了不是我要的西子叶 而是 那个 情人节的西子叶 然后顺便说一下情人节的西子叶 也是幻想世界的啦 他的四粒了 呵呵 第四个石头 那你们有把那个 那个不偶装的苍蝇练满吗 其实有必要练满 因为 不管是 其实这些四粒的这些 怎么说呢 这些四粒的加护都很好用啊 可以练到120等 基本上都可以练到120等 只要你 干 呵呵 都能120等啊 那第四个石头还是暴石的哭啊 第五个石头 西子叶 拜托 面具俑者 我倒是还好 因为光属性没有什么用到现在 光属性现在不只是这个面具俑者啦 还有幽母 如果你有抽虎子的话呢 可以抽到极的幽母啦 还有就是地面 地面吗 还是土属性 土属性的那个 叫什么啊 呵 一时想不起来 那个魔人的 就是幽母喜欢那个叫什么啊 谬兰 木兰 是谬兰还是木兰 第五个石头 哦 优彩 优彩优彩优彩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优彩了 那个土属性的木兰 还有就是光属性的幽母 我觉得很弱耶 呵呵 因为我个人是有抽到幽母啦 没有抽到木兰 那幽母是超级不是很好用 但是他防御力是真的可以拉到很高 呵呵 算是一个坦克吧 我觉得光属性一比的话 我觉得那个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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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风容 哭啊 这个 我是没有啦 但是我现在暗属性的 队也用不到了 暗属性的角色我太多了 呵呵 之前抽到太多了 然后之前赤露的那个三寿式的那个蛇女呢 我现在在用啦 基本上是配100等的米利姆 基本上都会放在场上啦 如果我有DR不罗的话呢 这个 蛇女跟利姆鲁基本上是很强的那一种 结果我没有抽到超可惜的 第六个四抽 所以那时候没有抽到超级后悔 那个DR不罗真的是很强 如果 如果你有抽到蛇女 然后日向 跟 这个叫玛丽木鲁的话呢 基本上PVP都会放的啦 如果你有这三个角色在里面的话 那这次的幻想世界呢 呵呵 我抽到浮蓝 浮雷啦 不是浮蓝 呵呵 浮雷 那 蜜莉姆呢 再想办法啦 呵呵 第七个十抽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是想先把这个C职业抽到了 怎样保底都要抽到这个C职业 因为我PVP一直输 超级不爽 一直遇到那个随属性的那一只 因为我有抽到随属性的那一只 利木鲁 但是我就是没有抽到DR不罗 所以呢 玩不搭起来啦 我跟他打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他打我 呵呵 他虐着我 他那伤害是超级高 而我呢 防御率加到很高呢 都会被他打到残血 不知道为什么 那 第七个十抽暴死 我剩下 两个十抽啦 但是 如果这两个十抽 没有抽到西职业的话 或者是面具勇者的话呢 我就会 存多一个十抽 就是集满一百抽啦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 中这两个其中一个啦 但是我的目标还是西职业啦 面具勇者 用他来对付蛇女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蛇女没有办法像利木鲁这么强 因为蛇女呢 就算再强他的比赛也只能打单体 所以 不足为惧啦 我个人打PVP的经验是没有什么担心蛇女 比较担心的是利木鲁 因为利木鲁最后他都是会放在最后一只 然后如果最后一只的话呢 防御率加到很高 工具加到很高的话呢 全部的那个必杀都会集在他身上啦 就是剩下的那个必杀的那个条 加到他身上他就是避开避杀的 然后尤其是他的群体 然后又是高伤那一种 基本上就会把你打到残血 甚至 放第一个打到残血后面两三招 可能直接把你全部秒掉 所以 利木鲁塞够 但是 帝阿布鲁我没有 哭啊 不是吧 所以第九个师抽 也是暴死的 那我再存多一个师抽吧 看有没有机会中西纸叶 总之呢 这个西纸叶我会想办法到保底了 但其实 我有点担心就是抽不到 那个前段时间的那个弗雷跟米利姆 我怕抽不到米利姆 那 最后一个师抽 这个也是第一把一抽啦 看有没有机会能够中 中了我就 可以去抽米利姆了 但是我看这个白天的画面 有一点让我心惊胆战 呵呵 好可怕哦 拜托我来踩 没有哭啊 看来我的西纸叶还要继续努力一下啦 然后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 我对B站的话点个赞 连关注我 那如果你是AB的话 拜托帮我的专业点个赞啦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